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会时常怀念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次吗 这期视频就讲讲我 那此何最爱的她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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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张子姑娘 竹马 今天呢 带妈妈去干一件大山 哈喽 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竹马说起来 期待至拉满 相信她也是 我现在在美丽的日卡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 车水马龙 非常的热闹 但是呢 1900年代初 生活在日卡子江泽的英国商务代办奥康纳 巴耶喜马拉雅山脉口 首次尝试在西藏驾驶小车 1930年左右 江泽到亚东帕里镇的一道 被找做修整 用来驾驶英国商务代办出的三辆汽车 最后拉萨市区也有了几辆车子 那时助希金的藏族人巴布丹兰斯基 为了方便 在布达拉宫来往罗布林卡之间修了便道 不过路况不佳 不久便被放弃 当时的乘客说 不是年轻人了 坐上汽车身体完全受不了了 而江泽到帕里镇更是只开了两三次 每次都需要大量的人和牦牛跟在车后 一旦汽车出问题 就需要人力和牦牛拉车 也就是说速度赶不上人和牦牛 同时年代初左右 全西藏也只有少数摩托车 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公路 直到川藏县 青藏县两条公路 从四川和青海连接西藏后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现在在村里里江泽县 特别的近 我们藏族朋友呢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淳朴善良 所以呢我们平时去县里呀市里呀 都不用坐班车 都是蹭车 也就是搭的顺风车 所以今天呢我们村里的小哥哥直接 拉我们到市里 透过车窗外的风光 各位朋友就能猜到海拔不底 没错 装满大家乡海拔4300米左右 高度接近成都的十倍 咱们村庄的房子都修得很漂亮 最神奇的是 从最初没有路到现在乡村 基本都通路 几十年间完成起飞的变化 西藏自然环境艰苦 但是咱们国家用基建 来弥合这个困难 所以世界屋脊更多人开上汽车 也不需要毛油来拉了 无论朋友们来自哪里 都能享受到这份便利 其实我们江湖县到拉萨 做班车的话会更近一点 包括港巴拉山还有洋湖 但是为了让妈妈体验西藏的科技感 所以呢我们来到了日卡的火车站 这里是西藏第三个拥有火车站的城市 我妈呢在远程当中没有坐过火车 更别说复兴号了 其实在西藏的话 很多像我妈妈这种没有坐过复兴号 更没有坐过飞机 全国呢也是同样如此 听说在全国有将近十亿的人 没有坐过飞机 今天带妈妈体验西藏复兴号高铁动车组 她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拉萨 日卡则是西藏人数第二个大城市 每天好几趟到拉萨的列车 都能坐得满满淡淡 这些人是拉萨的 这些人是拉萨的 你也坐过吧 你没找到吗 什么也就不加这个贴的 嗯 嗯 好了这会就是能做新的吧 多新的 嗯 嗯 嗯 因为那样的 你都你这一路三百百 嗯 嗯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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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新的地方 这些人是 我们也要我们去世上 我们也要 我们再看这些人 那我们就这些人 嗯 我们就这些人 这是西藏第二条铁路 2014年通车运营 当时由于技术限制 采用了和青藏铁路一样的单线无电气化轨道 现在全国范围内大部分都是双线电气化轨道或以上 从侧面体现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 对于铁路修建的难度有多大 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是领支到拉萨 这是川藏铁路其中的一段 又是21世纪的一项试剂工程 难度比青藏铁路又提高了好几个等级 2021年6月领支到拉萨的铁路通车运营 首次开行了复兴号高铁动车 由此载到日卡子的铁路也同样拥有 这就是高原复兴号内电双原动车组 大萨道日卡子是没有电气化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没有电线的 所以呢是内燃 这是4号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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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车厢 4号车厢 3号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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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轢 4号轢 2号轢 你妈把你给我这个看出来 这段说明的是日卡子火车站的铁路 未来还将一直延伸到祖国新疆以及邻国尼泊尔 这段说明的是日卡子火车站的铁路 这段说明是日卡子火车站的铁路 这段说明是日卡子火车站的铁路 就像海童首次吃到美味糖果的时候 内心瞬间和五彩缤纷相融 一个女儿的妈妈第一次体验高原复兴号 我坐在旁边感受到她内心的激动 虽然猜不出具体在想什么 但咱们看到妈妈眼睛里有光 从2006年开始铁到普通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 一条铁路载着作物虚析的欢笑声 指滴拉萨 而大部分藏家儿女想象中的成都和北京等发达城市 也能带着憧憬和期待到达 就像他们也望向窗外对西藏的渴望相同 也许这便是心灵共振吧 铁路对西藏最大的意义就是 让藏家儿女和全国更近更近 也让五湖四海的朋友能一堵西藏的大梅风光 那么在西藏修建铁路的难度大 成本高为何不完全放弃 主要修很多机场 有朋友可能没想明白 对西藏而言 西藏很重要 铁路同样如此 咱们平时的生活物资 大部分都是铁路运进西藏 而现在藏地的繁华和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天都有几千万的朋友感受着天路的震撼 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 通过青藏铁路 见识到更广阔天地的人次 依然达到三亿 因此未来川藏铁路也将为西藏带来巨电 最近还没有经过澳门 和飞机不同 列车运力高 方便且实惠 复兴号高铁动车组 窗外的景象 除了广阔的花梁 还有车辆在奔驰的国道 以及正在修建的 日益行程的高速公路 他们相互配合 把以前咱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条条大路通西道 坐上复兴号高铁动车组 相信很多藏族儿女都是自豪的 虽然它也被车迷们调侃为绿色桶 但专马觉得西藏的绿色桶 还是充满高科技 明知道拉萨使用电气化驱动 拉萨再到日益就转化为内燃系统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自如 而且各位朋友看看西藏的环境 工程人们在如此 孤独艰苦的环境下 完成一项项撞举 把西藏出行的速度提升 简直了不起 就像日益到拉萨 现在如果开车需要四个多小时 而复兴号高铁动车组 只要两个小时左右 妈妈完全被这一切吸引 她眼睛始终有关 记得2019年 着马到成都 是第一次乘坐飞机走出西藏 也是第一次体验火车 还是动车组 后来陆续感受到了成都到岁宁 岁宁到重庆 广州到山镇 30分钟等高铁的快速 甚至成都到西宁 也已经通行复兴号 7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青藏高原 加上西藏所有铁路 桌马延然成为一位铁路 体验老江湖 只是没有想到成都被称为西藏后花园 既然也有这么多西北朋友 安了家 可能和这趟复兴号通车有关 每趟都是青海朋友蛮座 成都真是一座包容万千的城市 那么川藏铁路通车后 西藏能享受到成都的更多资源 桌马每次坐上这些飞机 高铁动车 走到全国 就只觉得我们越来越强了 家乡发展就是全国的缩影 兄弟姐妹们和妈妈好 西藏也就好 而桌马内心所想的就是 等着西藏的高铁连接全国 过年期间 先带着妈妈去趟成都 感受相亲相爱 再去看看天安门 我们现在已经到转了 炸梅西藏也欢迎你啊 天安门 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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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人